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宝的英语教室 Welcome to my English Studio 那这两天日本的天气,其实我也是刚回日本啊 然后昨天呢,就是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 所以导致小宝老师没有办法 在星期一即使跟大家更新语法的课程 那今天呢是星期二 所以补咱们昨天周一的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呢也是小宝的语法 就是第八堂课了 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语法呢是叫Present Perfect 什么意思呢?它是现在完成时 这个时代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说呢 相对来说会比我之前所教的一般现在时啊 然后现在进行时会稍微难那么一丢丢 但是事实上啊这个语法本身呢其实不难理解的 主要呢它还有很多的用法 可能怎么讲就是在咱们中文当中没有 所以可能很多同学理解起来会觉得有些模糊 那这个废话就不多说啊 咱们首先呢过了这么长的一个Golden Week 那大家肯定已经把小宝老师之前的第七堂课 所教的这个一般现在时的疑问句给忘的差不多了 对吧?那大家摸着自己的良心说啊 应该是没有忘的同学呢可能跟这来说比较少 但是没有关系 小宝老师在这节课呢先帮大家简单的复习一下 第七课咱们一般现在时的疑问句的内容 之后呢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现在完成时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一般现在时的疑问呢 其实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啊 它分两个就是一般疑问句 就是yes or no question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问呢 就是住动词住加住就可以了 那我刚也说了嘛 这个是yes or no question 所以它的回答呢肯定就是yes 肯定什么什么do或者does 那么no或者does not 或者does do not或者does not 对吧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疑问句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也非常简单 就是第一个是咱们把特殊疑问词领出来 那么常见的特殊疑问词呢之前有讲过 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复习了 那比如说像呢这当中出现的这个why 理由以及where在哪里 都是属于常见的特殊疑问词之一 那么特殊疑问词打头再加上主动词du 然后加主语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的主动词du呢它是遵循三单原则的 什么叫三单原则呢咱们来看第二个例句 就是where does she live now 这个地方的du大家发现 du变成的does 为什么呢因为是三单原则 就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啊 这个主动词du要变成第三人称单数形式的does 所以是where does she live now 那么这个就是本节课的复习 在复习之后呢咱们来看一下上节课的作业 我看了一下同学在这个群里发的呢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有就是什么就是her friend是第三人称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主动词咱们刚刚讲到变成第三人称单数 就是does 那么这个地方是her friend leave leave 就是这个句子其实正直到这里为止没有了 就是说是where does her friend leave 为什么我后面用红字写了一个in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in是不对的千万不要加 那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把这个in写出来跟大家特别解释呢 是因为群里有同学因为这个in不应该加这词in 然后发生了一些这个讨论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小宝老师这个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在群里热烈的讨论的 那么这个答案正确答案呢是不需要in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where 他已经是特殊疑问fut 他是疑问fut的 疑问fut的话呢是不需要跟这词连用的 也就是说这个句子如果改成成数句的话呢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her friend lives where 就是这个in London 他整个一个提问呢是where 所以这个地方呢后面呢就不需要再加解词提问了 那么大家记住了这个地方是一文数字后面是不需要加解词的 我给你来看第二句 还有这个地方小宝老师要跟大家纠正一下 因为我这个上这个上节课啊 这里写错了 I do to work by bus 其实不是do是go 我写错是一个笔物 这里跟大家纠正一下啊 当然其实有些人在群里也发现了 有跟小宝老师指证出来 小宝老师很开心 还是很开心啊 他有认真的在看这个课题 所以是I go to work by bus 那么这个提问的话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I变成的提问的话是你嘛 那并不是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这里的主动词 对并不要变形 也就是依然用do 也就是how do you go to work 你怎么去工作呢 ok 那到这里为止呢 就是咱们上节课内容的复习 以及课题的这个讲解 接下来咱们来看今天的课 也就是一般完成时 那么一般 怎么讲这个地方可能写的不是特别好 一般完成时 就是应该比较常说的 应该叫现在完成时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最后还会讲到过去完成时啊 将来完成时之类的 那么这地方大家先不要着急 大家只要记得它是 一般现在完成时就ok了 当然在这个讲这个一般性的完成时之前呢 小宝老师想请大家先回想一下第六课啊 因为有相关那种在里面 那么很多东西应该是这个表情啊 第六课第六课讲了什么 我就知道大家肯定是忘了 所以小宝老师呢 帮大家来点一下这个 提一下这个第六课当中 有用的部分是哪个部分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主动词的部分啊 咱们首先来回想一下第六课 可以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什么呢 就是主动词 主动词呢 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它主要是来构成语态 跟实态的这么一个变化 那么当中有讲到这个基本 有三款基本主动词 其实是有很多主动词的嘛 什么情态主动词之类的 那么当中的基本主动词有三个 也就是be do跟have 那么第六课讲的是用这个do来完成否定 就是完成提问以及否定 就是do not 对吧 那么咱们这节课要设计的这个 这个主动词呢 是 是什么呢 是这个隔壁的这个have 它呢主要是用来构成完成式的 它怎么来构成完成式呢 咱们来看一下 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呢 是主语加上have 或者has 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 当然这个地方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呢 小宝老师还没有详细的讲 那小宝老师会在之后 专门设计一堂课 来讲这个过去式跟过去分词 那么大家只要知道 任何一个动词英语当中 它都是有自己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的 那么构成完成式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所选择的形态 是动词的过去分词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还可以看到 还有have 我刚刚说的是have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又来了一个have呢 大家仔细地来看一下下面 两个详细的分开来的例子 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I, you, we, they 什么 就是爱我第一人称 一你第二人称 以及我 然后是这个they 就是复数嘛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是have 但是呢 跟这个相对的是什么呢 he, she, it 也就是单人旁 他女童 他以及宝盖和他 他也就是所谓的第三人称的单数 这个地方呢 依然完成时 也是适用第三 就是三单原则的 就是碰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就动词have 要变成have 后面当然不变 还是要动词的过去分词嘛 那么这个呢 就已经是非常简单 就是咱们这个性在完成时啊 这个构成的方法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大家只要记得是have has加上动词过去分词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呃 一般这个现在完成时呢 它有两种用法 这个地方呢 大家还是要理解一下 比较重要的 什么情况下 会用现在完成时呢 大致上来讲呢 它是有两种用法 大家可以看到 一种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exy 就是表示咱们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 它是什么呢 它是发生在过去的 但是呢 它对这个现在present 仍有影响的这么一个动作呢 到现在完成时 这个对大家来讲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大家可能难理解 不过小博老师呢 会在后面给大家举两个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例子 大家就会懂了 接着来看第二个 这个呢 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好理解一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是过去某一段时间开始的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呢 并不清楚 但是它肯定是在过去的起点开始的 并且一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箭头 是一直持续到了present 一直持续到现在进行的这个动作 叫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 可以用现在完成时 那么这个大致上来讲呢 就是现在完成时的两种用法 是什么呢 一种是说是过去发生的动作 但是它这个影响仍然流到现在 就是说对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今の時点 它依然是有影响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是过去 嗯 不明确的一个时间段 发生的这么一个 开始的这么一个动作 并且持续到了现在 OK 这两种情况可以用在现在完成时 接着来我们来看这个小波老师 刚刚所说的两个非常非常容易 懂的例子 什么例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是现在完成时 因为这个地方看到了吧 是have 加上这个过去分词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般的过去式而已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I have lost 10 pound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翻译成中文了 就是我已经瘦了十斤了 我已经瘦了 我已经瘦了不是十斤 应该是瘦了十磅 pounds嘛 是棒 那么现在大家记得吗 就是说第一条什么意思 就是它对现在仍然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可以说我瘦了十磅之后 那我现在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这张图的状态 因为我已经是瘦了十斤 那么这个瘦了十斤 对现在仍然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苗条的瘦了十磅的状态 但是跟这个现在完全是相比啊 这一般过去就是I lost 10 pounds 我瘦了十磅 它只是对于一个过去客观事实的陈述 那么至于你现在是胖还是瘦 还是说你减了十磅之后 你依然保持一个瘦的状态 还是说你减了十磅 可能你又反弹了 或者甚至有可能反弹了很厉害 比较更胖了 这个都说不准 因为这个只是单纯的陈述 描述过去的事实而已 所以就是说这个after 这个现在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是未可知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question mark 放了一个问号 是未可知的 我想这个例子 对于咱们大家这个女学员们 应该是非常非常可以 就是容易理解的这么一个例子 对吧 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表示说这个减肥的效果 对现在仍然是有影响的 而这个地方呢 一般过去是只是对过去单纯事实的陈述 至于现在是什么样 就说不准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刚刚反过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一般过去是 大家可以看出来吗 是这个动作的过去是 I loved you 我爱过你 翻译成中文 就是那么既然爱过你 那么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现在都是就是我已经不爱你了 真是不好意思对吧 就是heartbroken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那么如果说是用现在完成实话 什么 i have loved you i have loved you 它是对 就是从过去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每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仍然是爱你的 两个人仍然是什么 用日语里来讲是lablab 对吧 就是非常浓情蜜蜜蜜蜜蜜蜜蜜的 就是i have loved you 就可以推测出来 我依然是爱你的 所以说如果某个男生 他如果对你说i have loved you 你就不要再纠缠他了 他就是已经明确的在表示 我对你没有兴趣了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即使我过去可能爱过你 我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意思了 因为这只是对过去单纯事实的陈述 而这个现在完成实则是指 从过去开始的 而依然持续到现在的这么一个动作 大家知道了吗 OK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今天的课史 这个一般现在实的讲解 这个用法 那么当然在结束之前 小宝老师给大家聊了两道题目 大家可以先做做看 小宝老师会在下周的语法课堂 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 并且讲解一下原因 OK so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 will catch you tomorrow bye bye